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控制器的第十讲 在这一讲里面 我们要向大家介绍微程序的基本工作原理 那么我们会向大家介绍微程序 微指令 微操作和微命令的基本概念 以及微程序控制器和它执行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模型 叫做威尔克斯模型 通过这一讲的学习呢 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微程序控制器的设计的基本思想和工作原理 课后请大家阅读中文教材第四章第四节的相关内容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一种控制器的设计方案 按照前面我们所介绍的设计方案 设计出来的控制器呢 它是一种硬连线控制器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组合逻辑电路 这种控制器呢 它的优点是速度快 特别适合于简单或者规整的指令系统 比方说Mips这种非常典型的Risk指令系统 但它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它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的一个巨大的逻辑网络 那么这样呢 对于像X86那样的复杂指令系统来说 那么整个逻辑电路结构就非常庞杂 实现起来很困难 如果要对它进行修改和维护 比如说我要添加指令的时候 就非常的麻烦 那灵活性呢也并不少 所以我们在之前呢 通过在像控制电路和数据通路里面 增加了forwarding逻辑 增加了分支预测 我想我们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呢 有一定的体会 而且呢在比较浮的 就是说当这个指令集 或者说流水线的控制机制 变得复杂的时候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用有线状态机来进行营处 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利用三讲的时间 介绍控制器的另外一种设计方法 叫做微程序设计方法 什么是微程序设计方法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呢我们要开电视机 而这个动作是一条 用一条指令 on TV来实现的 这个指令可以分成两个操作步来完成 第一步 把电源插头插到插座上 接通电源 第二步 按一下电源的开关 打开电视 那么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 这种组合逻辑的设计方法 我们会得到 左下角的这个逻辑框图 这里面有两个节拍信号 和一个命令信号 on TV 那么节拍信号T1和T2 不会同时发生 当节拍信号T1发生的时候 并且接收到了这个on TV这个指令 我们将会把做操作1 也就是把插头插在插座上 接通电源 在节拍信号T2的时候 如果我们接收到了这个on TV的指令 我们会按下电视机的电源开关 从而把电视机打开 这是组合逻辑的实现方式 我们通过节拍信号 控制我们现在要进行哪一步操作 而通过on TV这个指令信号 来控制我们是不是要进行这个操作 那么如果采用微程序的控制方式 我们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请看右下角的这个图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把对两个目标对象 一个是电源插头和插座 另外一个呢是电源开关 对两个目标对象的操作 分别进行编码 对于第一个对象 就是电源插头 我们把它编码 如果是1的话 那么就表示把插头插到插座上 如果是0的话呢 就表示插头已经插在插座上 我们不做其他动作 这是一个简单的编码形式 对第二个对象 电源开关 如果是0的话 表示不触碰这个开关 保持它原有的状态 如果是1的话 就表示按下开关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出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两个指令 一个是10 前面这个数字呢 是表示对插头的操作 后面这个数字呢 表示对开关的操作 这是第一 所以呢 我们首先执行10这条命令 接下来呢 执行01这条命令 就达到了和组合逻辑控制器呢 同样的目的 所以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微程序控制器设计的 一些简单的一些特点 一个呢 是用微指令 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10和01 我用红色和黑色的简单的指示 表示每一步所要完成的操作 由于这里面有两个对象 所以这个操作呢 也分别 就是说这个 每一步呢 完成的操作有两个 分别是针对这两个对象进行的 第二个 编制完成一条机器指令 所需要的全部微指令序列 也就是整个完整的微程序 并且把这个微程序固化在存储单元里面 我们这里这两条微指令呢 构成了一个微程序 并且把它放在特定的存储单元 CM里面 CM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叫做控制通知器 第三步 执行微程序 这样子呢 就可以按顺序完成 这个整个机器指令里面的每一步操作 从而完成整个机器指令的执行 这个就是微程序控制器的主要工作思路 它和我们之前介绍的组合逻辑 控制器呢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所以说呢 微程序控制器设计的时候 它的基本思想大致可以分成这样一些 首先 它是仿照程序设计的方法 编制每条指令所对应的微程序 第二 每个微程序由若干微指令构成 一个微指令包含若干位微命令 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个表 一条微指令里面呢 就包含N位 每一位都是表示一个命令 其中有些位呢 这个操作是互斥的 比方说我们这里看到的 第零位 第一位 第二位 都是对PC的内容进行修改 所以很显然 这三位所描述的三个操作里面 一次我们只能执行一个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 一条微指令就相当于一个状态 一个微命令就是状态中的控制信号 微指令呢 是把这个整个系统的状态 修改之后的一个结果 第三个 所有指令对应的微程序 都会放在一个特定的止读存储器里面 当执行某条指令的时候 就取出对应微程序中的各条微指令 对微指令一码产生相应的微命令 这个微命令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改变状态的控制信号 指读存储器是用来存放 所有指令对应的微程序的 它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控制存储器 简称控存 所以这样看来呢 微程序控制器设计的时候 它就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首先它具有规整性 灵活性和可为性 但是呢 因为它的执行 是通过取出指令来 并且进行一码 才能得到所有的控制信号 所以呢 和硬连线控制器相比呢 它的执行速度要慢一些 不仅受限于访问这个控存的速度 而且受限于信号的这个一码的速度 微程序控制器呢 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51年 由威尔克斯提出来的 它首先提出了微程序的概念 这是一种控制器设计的系统化方法 这个概念的提出 给计算机控制部件的设计和实现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953年 威尔克斯又提出了微程序的工作模型 这个模型就以它的名字命名 命名为威尔克斯模型 1965年 IBM 360首先成功地运用了微程序技术 它第一次提出了系列机的概念 一个系列里面有大中小等 不同规模的计算机 而且不同规模的计算机 在程序指令这个层面上 也就是说在指令集这个层面上 是完全兼容的 这个是系列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这个图呢 就是IBM 360当时的一个照片 它也是最早使用半导体元件的通用计算机系列 它是整个计算台 整个第三代计算机的里程碑 实际上呢 IBM 360这个机器还带来了一系列技术上的革新 比方说我们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技术 虚拟化技术 就是最早由IBM 360来提出的 或者说最早使用在IBM 360系统的 因为当时面临着一个计算机提供的计算资源 非常的丰富 计算能力非常的强大 但是现有的应用系统呢 没有办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规模太小 所以呢 采用虚拟化技术 将这些应用这些服务整合到一台服务器上 那么现在随着多核技术的发展 虚拟化技术呢 又重新找到了它的这个应用环境 所以这门技术呢 又现在又重新变得热门起来 这个图就是威尔克斯模型的一个逻辑框图 它有几部分组成 首先呢 最底下这个是控制存储器 就是控存CM 那么所有的微程序呢 都被存放在这个存储器里面 那么这个中间呢 当两条信号线的这个焦点 我们用一个 如果用一个斜杠表示呢 就表示对应的控制信号为1 否则的话呢 就表示对应的控制信号为0 那么从存控里面 从控存里面取出来的指令 将会放在微指令寄存器里面 它有两个字段 一个是控制信号字段 一个是微地址码字段 控制信号字段呢 经过一码之后 就会产生微操作控制信号 送往数据通路的各个部件 而微地址码字段呢 是用来作为确定下一条 要执行的微指令的条件 我们后面呢 会专门介绍这两个字段的编码方式 而微程序要执行 离不开就是说 确定指名微指令地址的 这样的一些寄存器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两个这样的寄存器 FCMAR和CMAR 那么地址呢 会被送到微指令地址一码器 进行一码 从而进行访问这个控制存储器 那么整个威尔克斯模型 刚才我们介绍了它的输入 是产生的一组微操作控制信号 刚才我们介绍了它的输出 是一组微操作控制信号 它的输入是什么呢 它的输入是来有两个 一个是当前要执行的那条机器指令 IR 另外一个呢 是条件码 这个条件码用来确定初始的 这个就用来确定 第一条地址所对应 第一条微指令 所对应的后续指令的地址 所以呢 条件码要有一个初始值 那么这个微程序 这个威尔克斯模型呢 它的核心是空存 就是CS 我们把所有的微指令和微程序 都保存在这个存储器里面 那么UPC呢 是指出将要执行的微指令 在CS中的位置 而UIR 类似于我们在控制器里面看到的IR 用来保存正在执行的微指令 那么下面这个图呢 是我们从另外 以另外一种方式给出的 威尔克斯模型的一个框图 那么它也描述了 微程序控制器的基本结构 它的执行过程是这样的 微程序的第一条微指令的地址 由起始地址发生器产生 当顺序执行的时候 UPC会加1 表示这时候是顺序执行 如果发生转移 比方说循环 像一位操作的时候就有循环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由控制令 微指令里面的控制转移字段 指出我们将要对哪些条件码进行测试 那么转移地址发生器 根据这些条件码来修改MUPC 从而实现转移 或者说实现这种像分支啊 循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程序结构 所以这个起始和转移地址发生器 是用来决定程序的控制流的 最初呢 我们把固化在止读存储器里面的微程序 称为固件 表示用软件实现的硬件部分 那么每个时钟呢 这个模型会执行一条微指令 所以我们看这个模型里面呢 有一个时钟信号来进行控制的 这个时钟信号呢 是驱动这个MUPC的这个改变的 每个时钟转移呢 都会去根据当前MUPC的值 去访问控制存储器 那么微程序和我们之前介绍的 组合逻辑控制器 它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通过这个组合逻辑 这个组合逻辑控制器呢 描述成一个状态机 我们来看看它和微程序有什么关系 这个图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五条指令的这个组合逻辑控制器 它所对应的一个状态机 它包含两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取指令和指令一码 在我们之前的介绍里面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组合逻辑控制器里面 这两个部分是没有特殊的控制信号的 所以呢 它们的这个操作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对所有指令来说 那么这两个阶段的操作呢 都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呢 这个2到11 这个呢 分别表示了不同类型的指令 它的这个执行阶段和后续的阶段 对于条件分支指令 BR和无条件转移指令 Jump来说 它们只有一个后续阶段 就是修改PC继承器的阶段 而对于其他的这个 R型的指令和I类型的指令 这种算术运算逻辑指令来说 它们除了要完成运算之外 还要把结果写回 所以呢 除了修改LU之外 还有这个结果写回 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除了那个 而对于load或者stall指令来说 它们还有访问存储器 当然访问之前呢 要计算这个访存地址 以及把结果写回 这样的一些阶段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看出 对load的指令来说 它和stall指令呢 有一个区别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结果写回 所以有一个lwfinish这个结果 而stall指令呢 只需要把要写的数据和地址 发送给这个存储器 并且启动一次仿存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呢 load的指令呢 它和其他指令相比 它的直行时间 或者说它的这个状态 数量也是最多的 那在前面的这个 取指令的这个 就是说在刚才我们看到的状态图里面 每条指令呢 是用一个微程序来实现的 那么对一条指令来说 从第零阶段 到这条指令的结束阶段 的这个箭头 所连接起来的所有状态呢 就是对应的微程序 那么其中的每一个节点 或者说每一个状态 就对应一条微指令 取指令和易码 这两个动作 对于所有的指令来说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段 公共微程序来实现 我们也把它叫做取指微程序 那么在上述这个取指微指令里面 包含几条微指令呢 我们看到了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ifetch 一个是fetch and decode 所以呢 它一共有两个微指令 而对于load指令来说 它有三个状态 一个是计算仿存地址 一个是仿存 还有一个呢 是结果写回 就lwfinish 所以呢 它一共有三条微指令 那么按照这个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确定 其他的指令分别对应几条微指令 那么前面呢 介绍了微程序 微程序控制器的基本思想 基本结构和工作的基本原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明确一下 微程序的有关概念 第一个 微指令 把指令执行操作序列中 一个时钟内 同时完成的所有微操作 用控制位构成的二进制代码 来表示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条微指令 构成一条微指令的一组微操作 现在呢 我们就用一组微指令来描述 对于微程序 什么是微程序呢 构成一条指令的微指令序列 就叫做微程序 一条机器指令 就会对应一段微程序 而我们把微程序 放在一个特殊的指读存储器里面 这个指读存储器 就叫做控制存储器 简称控存 对于所有的指令来说 它们对应的微程序 都会保存在这个存储器里面 微命令 指的是微操作的控制信号 控制部件通过控制线 向执行部件发出各种控制命令 这个是微命令 而什么是微操作呢 就是执行部件接受到微命令之后 所进行的最基本的操作 我们可以把微操作呢 分成两组 一组呢 是称为相容微操作 它指的是 在同时或者同一个CPU周期内 可以并行执行的操作 所以它们是相容的 与它对应的呢 就是不相容或者互斥的微操作 它指的是 不能够同时或者在同一个CPU 时钟周期内并行执行的微操作 那么刚才介绍了五个概念 其中四个概念 微程序 微指令 微命令和微操作呢 看起来都非常的像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区分一下这四个概念的关系 对于一条机器指令来说呢 它会对应着一段微程序 所以呢 指令的执行就会被转换成微程序的执行 因此